好 我们再来看动画蓝图部分 之前我们有讲过动画蓝图一点点 动画蓝图是干嘛的 就是人物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样的动画 然后动画应该是怎么样释放出来的一个蓝图 好 我们怎么打开 进入到人物的蓝图里面 Ctrl加1 然后选择网格体双击骨骼 就可以进到这个部分来 可以看到第一部分是我们的骨骼 然后第二个部分骨骼的骨骼数 然后第三个是动画 动画我们之前有导入interact quick 这是之前导入的一个这样回首的动作 我希望当我的键盘按下1的时候 数字1的时候就有一个回首的动作 然后释放萤火虫 这一个应该怎么来实现呢 好 这一部分需要认真来听一下 进入到第4个环节 前面三个我们刚刚稍微浏览一下第4个环节 这个环节的左边是这一个动画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们呢 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个变量 这个变量speed是我们跑步的速度 然后SNL就是它是否在空中 是否在空中表示它正在跳起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左边选择有一个动画图表 我们把它展开 然后有个animate graph 我们把这个也展开 找到default 就会发现一个这样的图 这就是人物的各种状态 人物状态呢 有待机或者是跑步 如果你按了一下空格键 就进入了这个跳 跳起来以后在空中 空中之后又跳到结束 然后回又回到这个待机状态 也就是我们的动画难图是干什么的 就是将这些不同的状态 集合起来 来表达什么时候该干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释放引火虫了 所以它有一种新的状态 我们点右键 空马柱添加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呢 我们称它为 啊 双击进去了 我重新来啊 取个名字 叫做什么呢 叫做fly fireflies 评错了 看不清楚点 fireflies 啊 萤火虫状态 我们称它为萤火虫状态 放在这个地方 它是从哪个 哪一种情况可以进入到萤火虫状态呢 从待机或者是跑步的状态的时候 跳是不能 跳的时候是不能进入的啊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状态底下 来添加这 在跳到半空中来释放萤火虫也行 但是呢 我们暂时先不完成 那个复杂的 先完成一个在 只在待机或者是跑步的状态 能够进入到萤火虫 然后呢 萤火虫状态也可以返回 成这个啊 跑步状态 注意啊 我从边上拖了一个箭头 拖了一个箭头啊 于是乎就有两个箭头了 从跑步到释放魔法 然后从释放魔法又 返回这一个待机状态 好 我们完成了之后 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展开这一部分 你就会看到这个地下多了三个东西 一个是萤火虫状态 一个是规则 两个规则啊 这两个规则 进入的规则和回退的规则 我们先看这个萤火虫 萤火虫状态就是干嘛呢 就是播放我们刚刚那个叫做quick interact quick 刚刚我们导入的那个动画 对不对 把连起来 萤火虫状态就是有这个动画 就是有这个动画 另外规则 从 如何从跑步状态到这一个 呃 萤火虫状态呢 释放我们添加一个变量 添加一个变量啊 这个变量的名字叫做is file fine 是否在释放 萤火虫啊 是否在释放萤火虫 我们就用这一个字 布尔值 布尔值就是是或者是否啊 两种状态 我们呢 如果是这个状态是是是的话 它就会进入到 萤火虫状态 然后什么情况下 是从萤火虫状态 又返回到这个跑步状态呢 是因为这个值 它 not not 布尔值 它没有在释放了 所以只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变量啊 用这个is fireflying 这一个变量 一个布尔变量来控制 我现在是在哪一个状态啊 如果这个值是真的话 它就有跑步状态进入了 这个萤火虫 释放萤火虫 如果是假的话 你看 not is not is not fireflying 对不对 没有 没有在释放的话 那么呢 就停止啊 就停止 好 这个是 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个动画难图啊 会有一点点需要理解的东西 这个地方呢 也是稍微多试一下 还有还包括这个部分状态 好 这个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编辑 我们的这个技能了啊 准备工作做完了